日本计划要向太平洋排放 据它说已经是兜不住了的 上百万吨的核废水了 至于它到底是真兜不住还是假兜不住 我们暂且不讨论 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机会 聊一聊关于核废水的问题 什么是核废水 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 也会产生出核废水吗 福岛核电站产生出来的核废水 有何不同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书 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解开 首先什么是核废水 我们可以理解为 经由核电站排放出来 其中还带有一定放射性的废水 那么这么说起来 一座正常运行的核电站 也是会排放核废水的咯 是的 由于核电站会大量的用到水 所以排放出来少量的带有辐射的水 是非常正常的 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核电站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核燃料来烧开水 然后开水变成蒸汽推动发电机 就把电给发出来了 整个过程通常由三个回路组成 回路一里面的冷却水 会直接进入反应堆 从中带走热量 为堆心降温的同时 也把自己变成能量极高的高温蒸汽 接着它会在隔离的条件下 将这些热量传递给回路二的水 回路二的水被加热之后 也会生成蒸汽 这部分的蒸汽才会去驱动气轮机 然后带动与气轮机同轴的发电机来发电 做完工的蒸汽 需要再度变成液态的水 去重新参与循环 那就要降温 于是回路三里面以海水 或者是湖水为介质的水 就是来完成这个工作的 他们不仅将回路二里面的蒸汽冷凝为水 也同时为核电站带走了 他所不需要的剩余的热量 所以这样看下来 核电站里面实际有排放的是哪部分的水呢 回路三里面的水了 而它完全不会接触到核反应 所以顶多算是废水 离核废水还差十万八千里 而且即便是回路二里面的水 也是不会跟核反应有接触的 也不算核废水 只有回路一里面含棚的水 才成长上是带有放射性的水 但它一直都会参与循环载利用 几乎不会排放 那么为什么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说正常工作的核电站 也会排放核废水呢 因为它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来产生 可控泄漏 就是那些无法收集一些只能排放的泄漏 比如一些泵的机械密封 填料密封的呢 不可控泄漏 核电站的设备再好保障再全 但总是也会遇到故障的 所以这种不可控的泄漏 也是会经常出现的 另外对设备的周期性冲袭 放射性废气中的水蒸气 凌结为的水 也是核废水的主要来源 那它们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基本的思路就是把废液变成废固 利用滤网过滤 树脂吸附 蒸馏器 蒸馏等方法 把放射性废水变为放射性废固 和可排放的水 放射性废固会跟其他核废料 一起送往填埋场处理 这部分内容 我们可以另找事件再说一说 而可排放水 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是 让它进入海洋 你说它真是一点辐射不寒吗 不可能啊 只是在排放前 除了遵循国际人员署的规定以外 还必须要符合本国政府 所制定的排放标准 时期对环境的危害 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辅导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在被海啸破坏之后 辅导核电站就一直处于废计状态 刚才我们说的回路1 也被相应的破坏了 堆心融回 此时所产生出来的核废水 与正常运行下所产生的核废水 就有了本质的区别 而且最关键的是 由于内部的反应物状态为之 人们根本就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进化处理 暂时能做的就是先把它装在罐子里面 一边堵漏一边想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辅导县的海边 成千上万个颜色各异的大罐子 如镶嵌在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 一般密密麻麻的在这里铺张开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憋不住 想要把它们灌到海里面去了 因为一方面罐子和放罐子的地方 都开始不够用了 而另一方面核废水的产生 却一点也不耽搁还是在意 每天170吨的水平稳定增长 说到这儿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常见的错误理解 以为这每天170吨的水 是人为浇到堆心里面帮它冷却 以避免进一步融会 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核污染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几年来福岛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冷却问题 它真正面临的挑战是 管不住往堆心里面自己流的地下水 福岛和天在临海 地震过后地基受损 地下水就一个劲的往这边流 而且地下水还不像河水 好歹还能集中起来有个方向 隐隐隐的话还有可能让它绕个道 地下水靠重力渗透 见缝就砖 见低就天 分分合合 引不走也堵不住 只要是从这一片下海的水 就没有干净的 所以现在才会面临这么惊人的废水储量 因为这不是往反应堆里面灌的冷却水 而是这么多年来 所有经过此地入海的地下水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 人们想好处理它们的办法了吗 没有 尽管日本的确称启动多核素去除设备 来处理这些河飞水中的数种放射性物质 但一是如同我们刚才说的 这些飞水中的具体成分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定论 也就是连病根都没有找到 怎么感受开出来的药有效 二是即便开出了以上的药方 但它也没有针对其中分离手段 更复杂成本 更高耗时更长的一些 比如轻的同位素穿 穿是由海水被高放射性核肥料 释放出来的中子活化 发生核反应产生的 它的物理半衰期为12.3年 虽然发出来的β射线 在人体外照射时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 但却可以经由食物链 呼吸道和皮肤等途径 被人体吸收摄入 转化为有机结合穿 有机结合穿由于于体液中的轻护患 以及新陈代谢作用 会长期滞留在人体当中 于是到了人体中 穿不但能通过β粒子的电力作用 产生直接的生物效应 还可以通过转换突变方式 致使人体组织产生 畸变和癌变影响巨大 可见要是将这些仍然含有放射性穿 以及其他谁也不知道的成分的核废水 直接排到太平洋当中 指望靠自然强大的自愈能力 来帮助人们解决这个烂摊子 实际上是堵上了整个地球生物圈的未来的 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我是火箭鼠 关注我 一起参与讨论